现代医学进入台湾大约有100多年历史 许多老医院保留历史记忆 在嘉义铺子 目前有三处医疗空间已经保存 或是等待抢救 形成台湾独特的医疗历史文化建筑群 见证人心救人的医学故事 嘉义铺子牛条湾社区 无辈出的寄生医院正在施工中 修复团队运用传统技术 制作竹边泥墙 那你看我们匠师在编织的时候 他必须要穿过整个东西 必须要这样子做穿插的 还有扣紧的一个状态 这样子以后我们上面会附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图 第一层就是打面就是打他的土 打完之后呢 要经过差不多二十几天的一个干缩的方式 让他产生一种军裂的状态 建于1920年代的寄生医院 原本保存面临危机 但是在苏明修教授奔走下 武卑出家族愿意保留 建物获得文资指定 准备修复 却没想到2015年一场台风 吹倒大树 破坏利面 让修复必须重新射击 因为过去台风的关系 正利面把它弄得粉碎 那我们就不试图去做这个原样的回复 我们反而把这些碎片集合起来 那么用展示的方式 那么成为空间的一个部分 这个是在台湾很难得的一种方式 那也得到这个审查委员的认可 建筑后方完全覆旧 前方成为开放空间 新旧融合 成为修复团队的考验 修复这些东西是非功又会死 而且在城门上面的考量 我们应该没有办法去考量那些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东西 你看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但是它可能会发挥 比这一个公使还多的两三倍 多不止 那这样子怎么办呢 那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还是要把它完成一个任务 老医院修复后 吴卑出家族希望提供学校 社区营运与使用 作为医疗文化与社区空间 整体来讲 当时的预算大概是1800多万 那么也非常感谢 我们这个加一些文官局 这么的一个支持 让这个事情能够 有一个修复的经费 但是更重要的是 吴医师家族 他们愿意把它拿出来 那么来提供给学校跟社区 来无常来做使用 修复老医院 希望学生能够参与 透过制作花砖 未来作品可以呈现在院区内 之前的那些花砖拆卸下来之后 可能手剩无几 那因为他们想说用花砖 其实还可以满代表 寄生医院的 那就委托学校去 希望把花砖再做一些出来 学生制作的花砖 加入社区的意象 形成新的风格 这个是松 松叶 竹叶 那是一个整个梅花的形状 那这个是牛饿 那这四个部分就是 传统的吉祥图腾 是一个扁虎 四虎就代表四虎 给这个松竹叶 这个社区 松梅果小学生专心的制作 大家为自己的互相尽一份力 这个东西 你假如一不小心捏错 你可能要重做 因为假如要修改的话 效果也不是很好 所以就是要有细心和耐心 学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 学生跟社区的情感的链接 第二个面向是 学校有这个责任 带领我们的孩子 在文化上的延续 第三个面向 学校去考虑到 这个寄生病院 甚至我们的老校长宿舍 他的永续经营 老医院的修复 成为地方的大事 社区希望未来的老医院文化空间 能够带动地方的旅游 社区发展团队长期经营地方 已经修复一栋老屋作为工作基地 刚才在看的时候 刚才在这一间银研厅 它闲置了好几年 后来我们就找到这一家 然后跟它的后代 子孙去跟他们 就说我们要在这里利用 他们都无常提供给我们 所以我们在这 稍微做一件整理 牛条湾社区在清代建有大皮糖 成为地方重要的文化与生态资源 希望未来结合老医院 发展牛条湾的深度小旅行 除了修复中的寄生 铺子还有一栋建于1936年的日新医院 原本转卖计划拆除 后来经过抢救 已经指定为限定骨鸡 目前等待修复中 苏明修教授希望寄生医院 日新医院 以及能够保存下来的 施州敬江产房 形成一个老医院文化群 作为铺子的地方特色 彰显台湾的医疗文化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